最後一段要教的東西叫做食物的保存 就是吃的東西要保存下來 不要讓它壞掉 腐敗掉 好 因為我們講過溫度高反應快 所以吃熱的環境 微生物生長快 東西容易臭身體壞掉 或者受到氧化作用什麼什麼之類的 會有變質 那我希望把它保存久一點 讓我繼續可以吃可以用 那我們用了一些方法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些我們所採用的方式 然後呢 我們就加工 讓它防止它腐敗 來 我們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能夠把食物保存久一點 第一個就是蜜蜂包裝 然後呢 甚至抽真通 然後不要去沒有氧氣 沒有氧氣 抑制微生物的增長 因為沒有氧 很多都需要氧才活不下去 所以蜜蜂也可以隔絕外面的 然後有會是充蛋包裝 充蛋包裝 有氧氣活性小 充滿了氧 沒有別的空氣 還有反應不會作用 或者加拖氧劑 下面就是拖氧劑 拖氧劑 拖氧劑的成分是鐵粉 鐵粉就靠怎樣 讓鐵去跟氧作用 然後產生氧化鐵 然後把氧氣消耗掉 達到所謂拖氧的目的 那沒有氧氣 別人就不會氧化 就不會變質 不會變質 所以這個拖氧劑 鐵粉 鐵粉 OK 再來就是拖水 因為生物要活下去 要有水 然後把水抽掉 拖水它就會 生物就活不下去 那就會 可以讓我保存得久一點 可以長期保存 拖水乾燥 然後呢 我們會放乾燥劑 然後把水抽掉 有很多種 有一種叫氧化鈣 照片的左邊 那個應該是氧化鈣 氧化鈣 它會吸水潮解 它會吸水潮解 然後右邊叫細膠 細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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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近我比較少看到了 土石厚的細膠裡面 通常會放一些 綠化亞固 這些東西 幹嘛 因為細膠是無色透明的 吸水前無色透明 吸水後還是無色透明 你就不知道它到底用了還是沒有用 所以裡面有放一些綠化亞固 藍藍的 吸水會變成紅的 讓它變紅 就知道說 這已經吸過水了 已經吸過水 它固掉了 不過我最近看到 好像都沒有看到 在裡面加了 所以就是無色透明 就是脫水 就是脫水用 剛才是脫氧 這個是乾燥脫水 脫水 好 然後再低溫 低溫 有冷凍跟冷藏 冷凍要左右的零下十八度 然後冷藏大概四度左右 當然溫度越低 反應就會越慢 保存時間就會越久 但是它只是反應慢 不代表它不會反應 所以東西放到冰箱 它還是會壞掉 它還是會壞掉 還是會壞掉 它只是壞的時間 會拉得比較久 本來兩天就超生 底下兩個禮拜才超生 可是還是會超生 所以不要以為 放冰箱就沒事了 它還是會壞掉 其實就壞得比較慢而已 有冷凍跟冷藏 冷凍藏 然後低溫反應比較慢 然後再來就是醃漬 這是你剛才生物學過 什麼滲透壓冷的東西啊 生物學過滲透壓的東西 就是很多的糖 很多的鹽 然後就會達到一些脫水的目的 然後生物就活不下去 然後就可以保存長久 果醬啊 或者是臘肉啊 鹹魚啊 都是這樣的狀況 就用很甜的 很鹹的 什麼之類的 黏制的方法 讓我們東西能夠保存 這個 原理應該是生物念過的 那個什麼滲透壓 什麼生物的東西 OK 再來就是我們會放一些 所謂的防腹劑 抗氧化劑 這些東西來幫忙我們 那防腹劑有所謂的 防腹劑或者抗氧化劑 有所謂人工造的 那也有所謂的天然的 天然的 有像這個上面 放起來的 脊肋西酸甲 花肚防腹劑 所以它在做防腹用 防腹用 或者就是所謂的人工製造的 人工造 所謂人造的 抗菌抗每個化學藥 然後我們的防腹劑 然後抗氧化劑 能夠減少氧化作用 然後呢 那一些 有一些 維他命E 就是一個 天然的 抗氧化劑 維他命E 是天然的 抗氧化劑 我們在前面 教氧化拍攝的時候 提過一些 維他命E天然 天然 好 這個泡麵 泡麵 泡麵 我上面寫一個 粉底油脂 天然維他命E 為抗氧化劑 好 因為維他命E是 油溶性的 我們這個 土桌的泡麵 都是油炸過的 所以有油 就在裡面放 抗氧化劑 所以那個 傳說什麼 泡麵裡面 防腹劑啊 吃多了死了不會爛 那基本上是 胡說八道 基本上是 胡說八道 他用是天然的 維他命E 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OK 讓他可以保存久一點 好 再來用一個保存期限 就是 現在東山都有保存期限 那有人會很挑剔要看保存期限 然後呢 再來買 好不要買到過期 這不好 那這個 注意一下 這都有標示 就欣賞一下 看一看他有發標示的方法 好 像是你說 要在期限內 不要過期再移用 因為過期再移用 會比較不安全 他可能已經會壞掉或什麼 就知道一下 這個應該都是 現在的生活小常識 應該都 沒有問題 大家都能夠理解 這就是 跟各位簡單的 介紹一下食物的保存 可以嗎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讓練習